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一直很希望替大家带来一点什么其他的东西 除了是新闻每天的新闻或者一周的新闻整理之外 以及还有就是reddit的一些这种讨论情感的或什么之类的题目之外 也希望有一些好玩的那好玩的有时候讨论是好玩 可是总没有一些那种让你看了有点会心一笑 甚至会觉得这个有趣的那种反应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在国外有这种网站 常常会整理出一些我们称为Lesser Known Facts 或者是Fun Facts 所以我会把它打成了Hashtag Fun Facts 或许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冷知识吧 就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实 或者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 所以这边也是有Lesser Known Facts 那这种东西 There is never any shortage of this kind of things OK所以网路上这种东西从来不会有短缺的 那当然英文版的你可能不够熟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这个网站 那它整理出了50个 Lesser Known and also Interesting Facts 那不是每个都有趣 所以我不会每个都讲 我已经先看了一次这个List 所以我先挑了一下 这是我挑出它 比较有趣的部分 我们就来介绍 跟着这个数字走好了 所以第44个我觉得就很有趣 你觉得世界上有香蕉有几种 它这里讲的是 There are more than 500 varieties of bananas 所以超过500种的variety这个字 顺便就学英文了 所以variety就是种类 所以复述的 varieties OK varieties of bananas 那下面的文字值得看了 我们再看 不值得看 其实这个 这个还蛮 自己能解释自己的 你看了 你听了可能就 OK OK I didn't know that That's a piece of information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I've just acquired Thanks to you Paul No you're welcome 好所以下一个我们再看下去的话 就是直接往上的43 所以43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再说的是 a new cat fox species which people thought was a myth was found in Corsica Corsica这个地名 不知道在哪里 大概不重要 一个新的cat fox species species species这个字就是物种 等一下我们会 整理一下下 建门纲目科书种 这个事实上也是 蛮 你该知道的 生活常识所生的 所以 那这个字叫物种 它的发音 其实我们常看到这个字 我相信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介绍了 它发音可以念成species 也可以念成species 都听过 都对 所以有一个新的 猫狐狸的一个物种 似乎这个照片是不是就是了 我在想 说不定是 这个像猫吗 还是的确像狐狸 狐狸眼睛是不是比较斜 猫的眼睛也斜啊 what the hell so 而这个人们 这个人们以前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神秘的谜 是一个 是一个 不真实的东西 所以以前人 以为它是一个myth 这样子 myth这个字就是 是个 是个 是个传说 这样子 是个人家以为是假的 那找到了 所以真有这个物种 cool alright 下面一个解释 但懒得看 没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Norway once knighted a penguin penguin都知道嘛 契鹅 那这个K-N-I-G-H-T 是什么 它的发音是knight K不发音 就是骑士 你知道那个 英国女皇拿一把剑 在你的肩膀上 砍个两下 当然是 不是用力砍的 然后你就变成了 圆周五字的那个骑士 有没有 所以挪威曾经有一次 它 把一个 契鹅 封为骑士 这样子 那那个封为骑士 那个封的动词是什么 不用想那么多 那个动词就是骑士本身 所以有的时候 名词当成动词使用 反而会有一种 英文的逻辑 奇效 所以这句念给你听 Norway once knighted a penguin sounds interesting 下一个 所以这是42 42 好像是41了 其实 42 sure 然后41再看下去 所以42这边一个关键字 大概就是night 而已这样 我应该这么整理它 会比较清楚一点 So 41 By 2050 95% of North Jakarta could be submerged 所以到了2050年的时候啊 Jakarta就是 那个亚加达 这个地方 那 它讲的是北亚加达 所以95%的North Jakarta could be submerged 所以submerged 这个词是什么东西 淹在水里面 OK 所以merge 这个字 我们在讲交通那一刻的时候 有 汇入啦 并在一起啦 并购就叫做merger and acquisition 所以merge 就是合并之类的 那有一个词叫做emerge 就是出现 浮起来之类的 那submerge sub是底下 所以submerge就是撑下去 所以啊 95%的North Jakarta 大概 可以被submerge 所以这事实上 还是是个假设语气 所以 它讲的是会 有可能会这样 你不要想说 could就是一定会 no 可是 根据科学家估计 说不定真的会 所以2050年 You know it's not that far It's not such a distant future 2050 is only 30 years away By the time I will be 70 74 you know close to my time I guess to say goodbye but if I could witness you know global warming or the rise of sea level reaching such a height that would be both devastating and interesting I guess anyway I don't know what to make of this 好 然后这是41了 下一个这个没什么好看 我觉得不用讲 39个 Urea 应该这样念大概 A chemical that is found in urine is added to cigarettes to enhance flavor 所以这个名词Urea 它当然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化学物质 A chemical that is found in urine 所以urine这个词叫尿 所以Urea这个物质 是一个尿里的化学物质 Is added to cigarettes 所以cigarettes就是烟 OK 就是抽了那个烟 为了来加强它的味道 所以 难道这个叫尿酸吗 我也不知道 所以反正啊 尿里面的一个物质 有被加到烟里面 来加强它的味道 so the next time you smoke you think about this alright maybe this can help you quit smoking after all 好 所以这是39 38 French fries 薯条 might be the best food to pair with champagne 所以薯条或许是 跟champagne这个东西 最棒的一种搭配的食物 那 它有一点点很有趣的反差感 所以 so it sounds like I don't know 那个就是反义修食法 就是oxymoron 也不是啦 这是我乱讲 但总之shampagne这个字 就是香槟酒 所以这边我们要把它念对 shampagne shampagne 所以它可能会是最好的食物 to pair with champagne 好 所以这边多讲一个 很单 很简单不困难的字 香槟酒 shampagne 那它的发音其实跟中文的香槟是相当像的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音译的字而已 下一个字 37 下一个 fact 不是字 a cat named stupps was an honorary mayor in Alaska 酷 所以有只猫啊 名字叫做stupps 短音号stupps 它曾经一度是 因为过去是 honorary mayor 所以这个honorary的意思就是荣誉什么什么鬼 所以我们会听到 社会上有的人会有一些荣誉学士 荣誉博士学位 對不對 那的确也是这个字 honorary degree honorary mayor mayor是市长 所以他当过荣誉市长 阿拉斯加阿拉斯卡 蛮有趣的 下面讲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他被选为了 so a cat named stupps stupps was elected as the mayor of tokitna Alaska tokitna tokitna 这个字我相信可能不是 可能是原住民语吧 所以他是honorary position for two decades 哇他服务了两年了 20年了 20年了什么两年 before passing away in 2017 所以这是很近的事情 这是四年五年内的事情而已 所以是在2017年过世了 活了20年 所谓twitter account run on behalf of the friendly feline road 这件事 所以一个twitter account 所以他有个推特的帐号 那是人类替他经营的 所以run on behalf 所以on behalf of就是 就是以 就代替他这样子 以他为名 所以 on behalf of 什么的这样 这演讲中常听到这个词 例如说谁谁单位的一个长官 来替他的单位去主持一个什么开幕式或演讲 so i'm here on behalf of 我们的公司 to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grand opening 什么之类的这样 好 所以on behalf of 所以 那feline这个词就是猫 所以feline 那狗则是 canine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些词 托弗亚斯都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 这个猫的twitter账号就说了 20 plus years several uncounted elections thousands of naps we had a good run 好 所以rest in peace 就他死掉的时候 然后最后写了一个 20多年 然后好几个 un contested election 这contest的意思就是挑战 un contested就是没人挑战 所以还没人跟他对选 就这个猫出来选 没有人跟他对选 我们就让继续 让猫当市长啰 这样子 那可能因为他们的公家 公务员体系 还是算是让得很顺畅 而可能 在阿拉斯加这个小镇 也真的没什么 有争议的一些立法上的事情 甚至执法上的事情 所以他们真的 可能也不觉得这有怎样 就让猫当市长吧 所以好几个un contested elections thousands of naps 以及好几千个五岁 当然啦猫一定要五岁啊 thousands of naps 所以总之呢 we had a good run 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职业生涯 这样过了他 we had a good run 所以前面等于几句话 summarize一下他的职业 整个生涯的这个过程 twenty plus years several uncontested elections thousands of naps we had a good run rest in peace stops 好很可爱的一折 来下一个 三十六有没有 呃有 所以三十六讲的是 这讲到建门康目科属种 lettuce is a member of the sunflower family sunflower就是葵花 我们吃葵瓜子有没有 所以葵花 那葵花的同样的一个family 建门康目科属种 family就是科 那你想说这怎么记 所以他是 他跟sunflower是同一颗的一个植物 好我们快记一下 这个事实上是用一种那种 用了一个mnemonics的一个device 就是那种 呃呃呃 用那个呃 特别的记忆的一种 一种一种 技术来去记他的 呃 用一句话把它串起来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某一者影片里面有 所以King Philip 不是最近还死了一个菲利普亲王还是谁吗 菲利普公爵 所以King Philip came over for good soup 所以菲利普王 国王啊来这里喝好汤 所以这就是建门康目科属种 把它打出来给你看 所以第一个King's kingdom 就是戒 动物戒 植物戒 昆虫戒 生俊戒 是不是有这么多戒啊 我在这个托福克曾经有 因为上交易读的关系 好像也 也吸收了一些这样方面的知识 不过现在完全想 没办法完全想出来 所以King Philip 那P是Philem 这个字大概需要特别记一点 所以建门 这个就门 那刚C开头 class 那下一个是O O是order 那你如果说 你为什么记得C是class O就是order 是怎么记得 这我也教不了你了 因为对我来说 下面这些字很简单 很容易生得出来 只是它顺序不容易生得出来 所以上面这句话是帮助你记顺序的 说真的 而不是帮助你记每一个是什么字 因为每一个字 事实上你应该自己已经记好了 So Kingdom Philem class Order O 下一个F就是Family 所以 Family的确是 像猫啦 老虎啦 獅子啦 都属于Cat Family 都是猫科 那G是Genus 我都没记错的话 就是 属 那最后的种 就是Species 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字 Species Species 所以这个是干净的版本 就 菲律普 国王来喝好汤 那 骯髒的版本 我也顺便教你 你如果不喜欢记干净版 我一点也不怪你 因为这句话就比较无聊 你还是一样用 King Philip 所以菲律普 国王来干嘛呢 不是来喝好汤的 你这边就可以把它改成 Gay Sex 所以它来跟同志打炮 或许你也可以把他来这边群交group sex 来这里 学着时间管理 这样子 OK So King Philip came over for group sex That's fine too 好啦 所以交了一下 建门纲目 科书总 再看下去 三十四个 三十五就算 三十四个 A man named Ronald McDonald once robbed a Wendy's 所以有个名字叫做Ronald McDonald的人 曾经有一次啊 搶了一家Wendy汉堡 那为什么这么好笑 因为麦当劳的 他们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真的叫做Ronald McDonald 还是他也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还是说不定麦当劳叔叔就叫这个名字 好我也不想追究了 但总之Ronald McDonald这个名字 就是跟麦当劳有扯上关系的一个名字就是了 所以曾经有过一个人叫麦当劳的人抢了Wendy汉堡 所以这可能就是好笑的部分吧 那我这边想补充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用这种用名字当餐厅的餐厅 这句话听起来乖乖 外国人讲Let's go to McDonald's 那个词是一撇s 他不会说Let's go to McDonald's 的OK那是不对的 Let's have McDonald's 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还好 没有什么太值得特别补充的部分 下一个 然后这是33 The smallest bat in the world weighs less than a dime 所以世界上最小的bat也就是蝙蝠 他的体重啊轻的比一个dime还要轻 所以这个weigh是个动词 所以The smallest bat in the world weighs less than a dime OK weighs less than a dime 所以dime这个字补充一下一下 就是那个十个cent 叫做一个dime OK 25cent叫quarter 5cent叫nickel 10cent叫dime 然后1cent就叫penny 这样子 好 再往上看 蘋果好像可以 The apples you buy at the supermarket might be almost a year old 你在超市买苹果 很可能呢已经几乎有放了一年了 那可能是因为急速冷冻 然后再解冻卖给你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伤害还是怎么样的 我听说急速冷冻的技术是很强大的就是 所以32你买了苹果 可能已经超过可能几乎一年了 下面有兴趣的或许你自己再来看 我们这边就不讲了这样 好然后下一个lady bugs eat their own 不知道你看不看我这一句 什么是lady bugs呢 你看到它 螢幕上已经给你了 这lady bugs 就这叫什么东西来着 这是嫖虫吗 中文有时候会忘记 反正你知道这个叫lady bug 他们会吃自己的 所以eat their own的意思就是 吃自己的后代子孙 因为他们没接任何的子孙 那时候they eat their own shit 那就吃自己的屎之类 吃自己的排泄物 eat their own dropping 那都看得懂 可是他如果单纯只讲eat their own 那on的意思就是自己生了小孩 那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好像是 可能因为lady bug看起来太不像是 只会吃自己小孩的东西了吧 anyway下一个 28 好这个 你看这里有一个火 这个火在干什么 森林大火的概念 这里说 fire devils are tornadoes made of flames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我刚看了我也才知道 这对我来说真的也是冷吃吃 竟然有一种自然现象 就叫做火加上一个devil 那devil就是恶魔 所以有一种自然现象叫火恶魔 听起来好屌 我都觉得是像这个superhero的名字 可是他讲了 fire devils其实是tornado tornado就是龙卷风 而这个龙卷风是火焰做成的 就是火焰的龙卷风 听起来够屌吧 你可能会想说风吹过来火会被吹洗 没有啦 风吹火是会变大的 因为它带来氧气 所以我们那个 引火要煽 有没有 所以tornado用火焰造成的话 就叫做fire devils 这个有屌 后面还有一些补充 我们也来看一下 tornado本身就够吓人 这里说tornadoes are scary on their own but adding some fire and they're like something out of an apocalyptic horror film 但你加一点火进去 而他们就像某一个 从这种电影会出来的东西 something out of an 这个apocalyptic的意思是 末日审判的一个这个词 所以apocalypse就是末日这样子 ok 有一部片很久很久以前 就叫做apocalypse now 不错这个 那这个horror film就是恐怖片 所以一个它现在像一个末日恐怖片里面出来的情节一样 so they're also totally real 而他们是真的欸 and called fire worlds fire devils or firenados 所以其实不只是有fire devil这个词 它一开始叫fire world world就旋转 我上礼拜在高阶高阶的智慧课 还有讲到这个词world world就这样转转转world 所以有一个洗衣机很有名的品牌 叫惠尔普 我的同学学生们也都知道 惠尔普的英文就叫做world pool 那它真的也是自然现象 就是水里面发生的那种小漩涡啊 大漩涡啊 就叫做world pool 这样子 好所以它也可以叫做fire worlds 叫做fire devils 刚刚看过 以及firenado 所以除了tornado 也可以叫它firenado 那麦克苏尔本本的不认识这个词 那我们就帮不了它了 然后下面还有说 typically they occur during wildfires 所以在森林大火的时候 野火的时候 and are created by hot dry air rising rapidly from the ground 怎么制造出来的啊 就是很干的很热的空气 从地面上卷起来的时候 欸就会发生了 on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whirlwind spectrum 而在这个光谱的另外一边 有火火的另外一边 光谱上就是水咯 所以on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whirlwind 这whirlwind就是也是龙卷风的概念 因为有wind在后面 tornadoes made of water are called water spouts 啊所以 这个我们好像有看到过 至少我有 就海面上水面上 可能会有龙卷风在那里转 然后 对不起 这个闹钟响了 所以 就水上的龙卷 龙卷水嘛 所以它就是water spout 所以打一下给你看 所以龙卷风的带着水的 叫做water spout 我听起来很像是什么那种 神奇宝贝里面出来的一些招式之类的 好 所以这个是第28个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27个讲到什么 这个 The world's oldest unopened bottle of wine has been sealed since the 4th century 所以 这个字到底 这没什么神智 我觉得你应该看懂 世界上最老的一瓶 没有被打开过的bottle of wine bottle of something 就一瓶酒 bottle of wine has been sealed 已经被封住 从第4个世纪封到现在 所以世界上最久的一瓶酒吧 大概就是从第4世纪到现在 所以算一算已经几年了 一千多年 一千五百年 好anyway 再看下去 26 这一题我就觉得很多人可能 会有一种很有趣的 这种既视感 蛤我真的是这样 他讲的是 humans might be able to hibernate like bears 人类很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可以像熊一样 hibernate hibernate是什么 冬眠 那或许就会有人 跳起来说 我真的会 我冬天都可以睡很久 有很多喜欢装可爱的女生 可能就狂点头 对对啊 这就是我 好啦不想让你装可爱 反正可是 下面我也不想看他到底是 为什么的 反正总之就是 似乎讲到人类 也可能可以进入一个 hibernation like state sure 然后就可以丢到外太空去 然后做这个 宇宙旅行 就像普罗米修士一样 因为这边就正好 真的有提到 popular sci-fi movie alien 以及这个prometheus 就是普罗米修士 所以 人可能是能够被造成 进入那个状态的 这边要讲 大概就是这样 后来下一个也是有趣的 我们再往前卷一卷 好像有一堆都不有趣 我们看16 so 16 dogs evolved puppy eyes to manipulate humans 或许真的是 狗啊 他们进化出这种狗狗般的眼神 所以 这种小狗般的可怜眼神 你都不要讲可怜这两个字 你只要讲puppy eyes 就是小狗般的眼神 ok puppy eyes 所以小狗 就狗就evolve出了puppy eyes 为了来干嘛 为了来操控人类用的 所以 就用那种眼神来操控人类 manipulate 这个字我们讲过 它不是控制 它是操弄 是比较用 你知道 they fuck up your mind 所以它跟control真的不一样 control就是我真的 我要你去哪就去哪 像是遥控车一样 那manipulate则是 我去 我把你弄到 让你以为你自己是想去的 殊不知你本来不想去 那你最后去的是因为我造成的 然后你还以为你是自己想去的 这就叫manipulation 很多女人都会这一招 好啦 我们不要测这个 14个 这里说 Bamboo grows so fast it's measured in miles per hour Bamboo都熟吧 你不熟 你现在看到这里也知道 你不要跟我说是甘蔗 竹子 竹子长得非常快 快到它测量它的方式 是用miles per hour 就是每小时几英里的方式来测量它 所以 它竟然长得快到要用 一小时用小时英里 来去计量它的成长速度 那下面就有一个很扯的 它说了 它说 it's the fastest growing plant on the planet 所以它长得多快 快到 反正它说它是the fastest growing plant on the planet 它这个record breaker 它是刷新记录者 can grow an incredible 35 inches each day 一天可以长35英寸 你要知道1寸 是2.54公分 通常我们讲说 有的东西大概7 inch大概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7 inch这么大 我就不想说了 总之有的东西大概就7尺 讲成尺 7寸8寸大概反正就这样大 那把这个乘以5 因为7535 OK 所以它一天能够长 对不起 这一定塞不进萤幕了 一天能够长可能这样子 7个 35个inch 或者再换算一下好了 12个inch等于一个foot 12个inch等于一个foot 那 姚明也不过7个foot 这样子 所以这边35个inch 基本上 就已经 快要3个foot了 其实 所以可以长大概半人高 很了不起 OK 那我的身高就5尺多这样 所以3尺多 超过半人高 所以竹子 在一天可以长成这样 很屌 Alright 下一个 13 应该没错 因为我一看我就觉得这很有趣 13说 Humans are the only animals with chins 人类是唯一的一个动物 有下巴 所以没有其他的动物有下巴 我觉得你在唬烂我 猴子不是也有吗 猴子算不算呢 下面好像 我不用讲了 反正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我只是想要 介绍就是让你 拐你去看英文 OK 所以或许这也是我的 manipulation 我让你想要知道它 下面讲的 更多的解释 你可能就自己会去看 下一个这个我们来看 bubble wrap was originally invented as wallpaper 这个bubble wrap 你看到这里 应该就看得懂是干什么 就你知道包 包裹东西用 然后防撞防震的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气泡 这个在英文就叫它bubble wrap 因为它是一种wrapping paper 它不是paper 对不起 它是一种打包的东西 所以wrap就是包起来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种bubble wrap 我把刚刚讲的包装纸 包装纸就是wrapping paper OK 那它不是paper 所以它是一种wrapping material 所以bubble wrap wrapping material 它本来被发明出来是要当成壁纸用的 说不定也是因为怕 你知道有的地方可能怕你撞到墙壁 撞坏墙壁 maybe 然后后来大家把它想到别的用途 那也蛮酷的 Alright 然后剩下两个 第九个我也是觉得比较有趣的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好 Nintendo has existed for over 130 years 任天堂这家公司已经超过130岁了 很开心 它永远是我最热爱的游戏厂商 因为它总之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然后不会因为 现在大家都只做手游 然后它就放弃掉了它的这一个 呃 这个算是应该怎么讲啊 就是游戏纯粹的一块 虽然说它还是有一些进化的方式 比如说它 从真的电视的游乐器变成 呃 它是不是最早开发那个handheld的模式的呢 handheld就是你知道手持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不忘记它是不是首先开发handheld的这一种 呃 innovation 可是它总是有太多的innovation 像是我们以前玩的那个Wii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可以这样子来打电动 但是它们是第一家发展出来 但是任天堂后来的Connect 我觉得做得更好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 Great Innovator Go Nintendo 最后一个 第七个 if you sneeze while driving at 60 miles per hour your eyes are closed for around 50 feet 酷 要是你在开车开在60mine per hour的时候 60mine其实也差不多是高速工作的速度了 你开在60mine per hour的时候 如果你sneeze sneeze是什么 achoo sneeze ok 这是cough 把这个字补给你 所以sneeze是打喷嚏 cough 是咳嗽 还有什么 喔 像还有打喝欠 有 所以这些就是你的嘴巴可能做出了一些事情 打喷嚏 打喝欠 咳嗽 ok啦 所以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 60mine per hour的时候 你sneeze的话 你的眼睛会 关 是闭起来 因为你打喷嚏 你会闭一下吧 你的眼睛是闭的大概有50个feet 这么样的一个距离 因为你不会因为打喷嚏而 把你的车停住 所以 你有50feet 你是眼睛看不到路面前面的 听起来好像蛮可怕的喔 所以这算是一个 也是lesson fact 你不知道你既然 打喷嚏的时候 眼睛这么不顾路 这有什么呢 说真的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我看他都已经 几公里可能都没 专心的看路了 我在想 好啦 不该做这种事 我们不是鼓励他 好 那 讲到这里大概也够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个 感觉好像很无聊 可是应该有点 学到你什么英文的一个 的这一集吧 那这边因为前面也讲蛮多的 我就不再走一次了 反正这个笔迹就留给你 I hope you like today's program and I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videos 我们下次见